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学校贴文支持推翻清朝 建立民国 提出请孙中山做大总统 康有为做内阁总理 梁启超做外交部长 又倡议带头捡辫子 5月 国内先起反对清政府出卖铁路全职运动 毛泽东和同学一起卷进斗争潮流 毛泽东和另一同学首先剪去辫子 并强制十几个人也剪掉辫子 10月24日 毛泽东投入湖南新军25混城携50标第一营作队当列兵 1918年4月14日 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中成立 萧子生为总干事 毛泽东为干事 不久萧子生赴法国 会晤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 最初重点强调个人修养 三个月后 毛泽东和蔡和森相商三年之内 必使我被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 10月间 经杨昌记介绍 毛泽东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李大钊安排其当图书馆助理员 登记新道报刊和阅览者姓名并打扫 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 月薪八元 同年 毛泽东坐旗鼓 送纵于一郎东行 军行无为发号歌 昆蓬激浪从滋史 洞庭香水长连天 冲蒙俱见直东指 毛泽东经过无政府主义走上科学社会主义 毛泽东早期即开始革命活动 接受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9年 毛泽东在长沙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 湖南学联创办湘江评论杂志 毛泽东为主编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称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 由强权得自由而已 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 8月中旬 湖南都军张敬瑶查进湘江评论 1920年6月18日 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觉 社会的腐朽 民族的颓败 非有绝大努力 给他个连根拔起 不足以言催陷阔清 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 不是少数官僚政客五人的责任 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觉之 赞助此自觉者湖南人之友 障碍此自觉者湖南人之仇 9月3日 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 新开辟的湖南建设问题专栏 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 湖南共和国 坚持先分省自治 后解决全国总建设的观点 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国的主 毛泽东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参加会议之代表12人 毛泽东 何书恒 董碧武 陈谈秋 王进美 邓恩明 李达 李汉俊 张国道 刘仁静 陈公伯 周佛海 张国道主持会议 毛泽东 周佛海记录 陈独秀 张国道 李达组成中央局 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1685 会后 毛泽东任中国共产党乡区 包括江西安元委员会书记 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 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公团联合会总干事 1922年9月至1927年 毛泽东加入中国国民党至汪精卫决定和平分共为止 胡汉民 汪精卫举荐毛泽东给孙中山 1923年6月 毛泽东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中央局秘书 毛泽东参与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 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4年2月 毛泽东任上海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 兼待秘书处文书科主任 5月 毛泽东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2月 毛泽东因工作劳累患病 回湖南疗养 1926年1月28日 毛泽东和蒋介石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毛泽东报告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将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 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3月19日 毛泽东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之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六届 为党培养大批农民运动骨干 根据整理党务案 5月25日 毛泽东离开代理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位置 11月 毛泽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7年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及八七会议在汉口秘密举行 毛泽东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许之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是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 8月9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 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毛泽东创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在井冈山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改变部署 下令各部队退到刘洋文家市集中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有五千人减到一千五百余人 9月15日晚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准备在第二天发动之长沙暴动 9月19日晚 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前敌委员会会议 总指挥卢德明等支持通过毛泽东之主张 一决退往湘南 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澜或西起义军 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 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柄迁营长 于24日全部赴刘洋斜角 一面通令各军 如获毛逆者赏扬五千元 9月25日 卢德明为掩护后卫撤退而牺牲 毛泽东怒斥苏先俊指挥错误 还我卢德明 9月28日 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称 我等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9月29日晚 毛泽东在永新县三湾村太和祥杂货铺 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 决定三湾改编 10月3日 工农革命军到达宁钢县古城 召开两天的前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称现在我们人少了 但是很精干 大有希望 会议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场所 要从政治和军事团结和改造原文才 王左两支地方武装 于撒度脱离工农革命军后 到湖南省委告状 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城市之指示 逃避斗争 到山区同路林为伍 并送大批枪支 所以 12月28日 湖南省委代表和资深 在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报告 润之在干时曾有一大错误 1928年2月4日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 从穗川赶回井冈山 打破国军对井冈山第一次进脚 3月初 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 批判毛泽东右倾逃跑 枪杆子主义 武传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决定 未开除党籍 取消前敌委员会 改组委不管地方只管军事指示委 以何庭颖为书记 毛泽东成为党外人士 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 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议事师长 对毛泽东是极严重打击 但没有动摇革命意志 积极担当师长 后驻军临线中村时 看到中共中央文件 澄清毛泽东开除党籍支舞传 毛泽东右领导部队 4月24日前后 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钢龙市 同先两天到达龙市支朱德 陈毅部队会合 后与朱德 陈毅率领之一部分部队井冈山会师 组成工农革命军 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 毛泽东任党代表 朱德任军长 4月下旬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 月底 朱德和王尔卓按计划 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 打破国军第二次进角 5月20日 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 毛泽东在宁钢毛平主持 香港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任中共香港边界特委书记 6月4日 中共中央回信 确定毛泽东任红军第四军 前敌委员会书记 11月才送到 井冈山根据地割据区域面积 达7200多平方公里 共50多万人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称 是为边界全胜时期 7月中旬 香港两省国军 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角 红四军分两路反击 8月失败 9月至10月 打破香港两省国军对井冈山根据地 第二次会角 11月6日 中共香港边界特委扩大会议 在慈平召开 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 书记毛泽东 统辖边界和红四军军委 从1928年开始 先后写中国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星星之火》 《可以辽原》等著作 提出建立农村根据地 以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城市之战略思想 1929年3月 毛泽东 朱德在常厅整编红四军 成立第一 第二 第三纵队 根据中共六大决议 原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 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 各纵队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各支队 大队只设党代表不设政治部 4月13日 毛泽东红军前委给香港边界特委的信 在接近总暴动之前 群众政权的形势 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 强敌来了 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1930年1月5日 毛泽东在古田 就时局和红军行动问题 赴红四军移送对司令员林彪信 及惺惺之火 可以燎原 原题目为 十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 指明中国革命之发展前途 2月6日至9日 毛泽东主持二期会议 任红四 红五 红六军和干西 干南 闽西 东江地区之共同前委书记 5月下旬 在上海秘密召开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毛泽东 朱德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6月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决定将红四军 红六军 红十二军 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干南地方武装 合编而成 整编为红军第一陆军 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 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并任红军第一陆军 总前敌委员会书记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纠正礼利三左清贸贤主义错误 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23日 毛泽东 朱德率红一军团会和红三军团 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 决定两军团合编为 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 共3万多人 朱德任总司令 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成立 书记毛泽东 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 主席毛泽东 9、10月间 中共中央特派员图振农 在第一军团极干西南 闽西巡视工作情况报告 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 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 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 他对中央的指示 无条件地接受 他承认过去的争论 他是错的 毛泽东同志也承认 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 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 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 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 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 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 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 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 虽有不同意见 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 只是同志兼个人的争论 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10月25日 毛泽东 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30里 一致新于县罗方 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 12月30日 毛泽东 朱德预先设服 鱼龙刚全监第18师 活捉师长张辉赞 1930年10月14日 毛泽东写信给党中央 说各级指导机关多维AB团的富农所冲赛 肃清富农领导 肃清AB团 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 11月下旬 红一方面军在整军中开展肃AB团半个多月 在四网红军中 肃AB团四 四百余人 12月发生富田事变 肃欧B团持续进行 从干西南到全苏区 据事后调查 苏区从1930年到1934年 沙埃B团达7万余人 1931年1月15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 任命周恩来为书记 未到值钱由向英代理 同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 向英兼军委主席 毛泽东 朱德为副主席 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 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同时撤销 毛泽东 朱德 增山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 从1931年干拿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 毛泽东处境十分艰难 接连遭受批判和不公正对待 被延斥为狭隘经验论 赋农路线 保守退却 右倾机会主义 党内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考验严峻 毛泽东信念坚强 胸襟宽阔 意志如铁 承受得住考验 但由于以亡名左倾冒险主义 排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 红军虽惊苦战 而未能粉碎国军第五次军事围剿 1934年10月15日 毛泽东在淤都安排好后 在县城谢家祠 参加由中共干南省委召集的省 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 12月12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工程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 博谷、周恩来、张文天、毛泽东、王驾祥、李德参加 毛泽东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 12月18日 在黎平城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主张继续进军贵州西北 在川前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1936年5月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要首先看明天 再来看今天 不看今天是空谈 不看明天 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 会议经讨论 同意毛泽东报告 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 并在瓦窑堡创建红军大学 5月18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命令 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他担任此职务直至逝世 1937年 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之认识论和辩证法 7月13日 在延安召开紧急会议 毛泽东倒会动员 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 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 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7月19日 蒋介石庐山谈话 如果战端一开 旧市的无份南北 年无份老幼 无论何人 皆有首土抗战之责任 毛泽东很快表示欢迎 这个谈话 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 为国民党多年以来 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因此 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据8月1日毛泽东至周恩来电 蒋介石密邀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8月22日至8月25日 洛川会议召开 毛泽东做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报告 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8月25日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宣布 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9月改称第18集团军 洛川会议结束后两个多月里 毛泽东几乎全力指导八路军 华北作战 10月10日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 代理主任毛泽东 11月29日 王明 康生和陈云同机到延安 毛泽东第一次会见王明 1938年9月7日 关于和石友三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问题 毛泽东同张文天 刘少奇致电郭鸿涛 山东各党派军队与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好转 以使我们有可能开始在黄河以东建立大块抗日根据地 希望你们根据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敌后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山东实际情况 和石友三议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 建立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可由石友三公开出面来做 1940年2月3日 毛泽东同王驾祥致电朱德 彭德怀 刘博成 邓小平 指出 对石友三部应采取坚决彻底消灭政策 争取方针已不适用了 抗日战争期间 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陕北工学 青年干部训练班 鲁迅艺术学院 马列学院 中共中央 党校 中国女子大学等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事实 毛泽东通常倒会讲话 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 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 指出那是无字之书 毛泽东告诫他们 革命的道路如何留一样曲折蜿蜒 要准备走之自路 走之自路 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 1941年3月1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 由于中国国民党不肯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晚南事变的12条办法 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7人 拒绝出席会议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研究局的通知 毛泽东为主任 任毕时为副主任 下设情报部 政治研究室 党务研究室 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1941年3月1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 由于中国国民党不肯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晚南事变的12条办法 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7人拒绝出席会议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研究局的通知 毛泽东为主任 任毕时为副主任 下设情报部 政治研究室 党务研究室 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1942年号召开展全党范围支整风运动 统一思想 组织 从而为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基础 1943年3月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年6月19日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建立其以毛泽东为核心之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 本次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并趋于完善 1945年7月5日 黄延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谈历史周期律问题 据黄延培7月5日日记记载 毛泽东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 8月23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决定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 还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45年8月14日 8月20日 8月23日 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 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 共定大计 8月22日 毛泽东副将届时8月20日 第二次邀请赴重庆谈判店 滋为团结大计 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夜 8月28日下午 在张志中 赫尔利陪同下 毛泽东和周恩来 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 下集后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 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 当前时机极为重要 目前最迫切者 为保证国内和平 实施民主政治 巩固国内团结 10月11日 毛泽东协同张志中 王若飞回到延安 11月中旬 毛泽东病倒 得神经系统疾病 1946年开春 毛泽东病好转 逐渐恢复工作 2月1日 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 蒋表示 政府仅派张志中一人出席军事三人小组 张群不再参加 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 国共长期合作之意见 并为毛泽东将参加联合政府 1947年3月18日 毛泽东离开延安 3月25日 毛泽东听人闭时 说山西文水县女共产党员刘胡兰 在敌人面前就一世纪 写下声的伟大 似的光荣 3月29日 3月30日 毛泽东 刘少奇等在早林沟召开中央会议决定 毛泽东 周恩来 人必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工作 刘少奇 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 4月11日又决定叶剑英 杨上坤等率中央机关大部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毛泽东 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 胡必成之化名 示意解放战争必胜 中国革命必成 10月8日 毛泽东写信给毛岸英 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 只要有热情 有恒心 不要那种无捉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 总是会有进步的 10月上旬 毛泽东在神权堡修改审定土地法大纲 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 重新修订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先是7月上旬 南京政府通过蒋介石提出国家总动员案 并颁布看平共匪总动员令 10月10日 毛泽东选定由新华社向全中国 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 立刻轰动国际 10月下旬 经毛泽东自己调查研究 又听取人毕时汇报各区土改情况 毛泽东敏锐发现党内左的倾向正在抬头 毛泽东把看重此问题 认为要坚决克服正在抬头左的倾向 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 与毛泽东商议后就实施许多重大战略决策 后来周恩来称 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 指挥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3月21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 任毕时等商议后决定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 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 1949年3月23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离开西柏坡 进驻北平 4月21日 鹰剑子石鹰号负商 被迫停于镇江以东江中 其余三艘鹰剑逃走 4月30日 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 李涛之化名为英国军舰之暴行发表声明 要求英 美 法三国在中国之军舰 军用飞机 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之领水 领海 领土 领空 不要帮助中国人民之敌人打内战 斥责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和首相阿尔德里 为英舰侵入中国长江 并向解放军发炮攻击之暴行辩护 以及要武力报复之恫吓 6月15日 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讲话 会议选出毛泽东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9月3日 关于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问题 毛泽东致电饶述时 不轻易迁移 不轻易裁员 着重整理税收 以增加收入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云吃 多余人员 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 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 学校必须精密筹划 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 并有前途 否则不要迁移 对难民的迁移 亦须如此 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 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 着重反对浪费 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 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 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 都是有利的 以财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 已引起很多人不满 应加以处理 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 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法生活的两类 对于后一类人 应与收回 给以饭吃 现在无事做 也应给以饭吃 维持他们 使他们活下去 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 就全局来说 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 9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至各中央局 各分局 各野战军前委店 转发查哈尔省委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的报告 要求各地研究他们的经验 经验证明 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 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 必须反对形式主义 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 要有中心内容 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 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 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 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微信 9月21日 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 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 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住 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 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 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9月30日 政协全体会议 选出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会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1949年10月1日下午20 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店 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为政府释放针 下午3时 开国大典开始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博渠宣布开会 毛泽东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升旗结束后 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 当天就同斯大林会谈 提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立和平 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 斯大林同志 了解世界和平的情况将会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保障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 这么说 中国是在为和平而战 苏联也首先致力于和平问题 虽然对苏联来说 实现和平已有四年 至于说中国 目前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 日本还没有恢复起来 因此它没有能力准备战争 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 但它最怕打仗 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 实际上 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 难道今日成会打中国吗 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 如果我们齐心协力 和平能够得到保障不仅是五至十年的问题了 可能是二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 1950年4月21日 毛泽东同理为汉 徐冰谈话要实行民主 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 要让他们出 除了泄密的 破坏性的 都让人家说 所以 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出的气不外是两种 有理的应当接受 无理的 给他说理 我们要有气魄 不怕骂 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 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 党内也一样 1950年3月27日到4月6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财政经济 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 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 政治上不利 经济上也吃亏 不看僧面看佛面 维持了私营工商业 第一维持了生产 第二维持了工人 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 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 但比较而言 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 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 不如说对工人有利 对人民有利 我们是一个大党 策略上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 要巩固胜利 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1953年8月12日 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讲话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对外贸易方面 有些人骄傲 妄自尊大 这是不对的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 一约不作寿 作寿不会使人长寿 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 二约不送礼 至少党内不要送 三约少敬酒 一定场合可以 四约少拍掌 不要禁止 出于群众热情 也不泼冷水 五约不以人民做地名 六约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 恩 列 斯平列 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 应当如此 遵守这些规定 就是谦虚态度 1954年夏天 毛泽东坐浪淘沙 北戴河 往事月千年 魏武挥边 东林结石有一篇 萧瑟秋风金又是 换了人间 9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淮仁堂开幕 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 9月20日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9月27日 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 毛泽东曾察觉和思考中国经济构成过于单一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 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 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 他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 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 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 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 可以雇工 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 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 扣子眉眼 质量差 最好开私营工厂 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 请工也可以 这叫新经济政策 还可以考虑 只要社会需要 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 可以开投资公司 还本付息 可以搞国营 也可以搞私营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 又搞资本主义 当然要看条件 只要有原料 有销路 就可以搞 现在国营 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如果有原料 国家投资又有困难 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 共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之工作汇报 还有国家纪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之汇报 实际听汇报时间为43天28 11 2月19日 毛泽东对中宣布 2月1日报告 苏联学者在中山大学 向中国陪同人员谈 对新民主主议论中 关于孙中山世界观之论点看法 不同 连在一起 北京是个好地方 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4月19日 毛泽东听李富春汇报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警告说 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 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 应该使90%的社员个人收入 每年增加 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 就可能犯大错误 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发表论十大关系 5月2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讲话 正式宣布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之方针 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 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 各种学术思想 正确的 错误的 让他们去说 不去干涉他们 在刊物上 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956年9月15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里 一堂隆重开幕 毛泽东制开幕词 根据毛泽东建议 八大通过制党章增加一条规定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 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1957年3月20日 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 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 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同日下午 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 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 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 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 也让他们自由讲话 4月4日至4月6日 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插话 不能靠历史吃饭 不能靠威视吃饭 要以礼服人 不能以礼服人 礼不足 不能服人 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 以礼只能服敌 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 你跟他讲理他不听 他只讲力 对人民只有说理 只要没理 不管势力多大 资格多老 也输了 一听到闹事 就想到敌人 就实行专政 阶级斗争搞惯了 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 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 过去在革命的时候 我们和人民一起 向封建势力要民主 现在我们胜利了 自己掌握政权 很容易强调专政 忽略民主的一面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 现在的生产关系 是集体所有制 是国家所有制 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 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 不是国有化 而是球有化 当然 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 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1957年11月2日 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 乘专机飞往莫斯科 是毛泽东第二次 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1958年7月 台湾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 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8月23日开始炮击国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 封锁金门岛 9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 飞机直接为国军运输护航 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9月8日对金门全面炮击 毛泽东起草郑州会议纪样 1959年2月27日 在郑州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5日结束 中央20人 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到会 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 首先由毛泽东讲意见 然后讨论几次 结果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并规定14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之方针 统一领导 对位基础 分级管理 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 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 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 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 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 承认差别 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 草案 同年 毛泽东去韶山水库游泳 特意来到毛镇公祠 听说烧了祖宗牌位和菩萨 走进物本堂 表情凝重的向原放牌位处三鞠躬 称 你们这么没的柴啊 菩萨是迷信 应该打倒 烈士牧和祖宗牌位式纪念 应该保留 1960年6月18日 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写了一篇名为十年总结的文章 看来 错误不可能不犯 如列宁所说 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 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 找出错误的原因 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 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 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 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 而是逐步完成的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大部分指标 如刚等 替我们留三年余地 多么好啊 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 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 由必然亡国到自由亡国的飞跃 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 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 已经获得了不少的东西了 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 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 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亡国 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 我们要以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 去研究它 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 以便利用这些规律 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按照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要求 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 七月五日至八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1962年9月24日至9月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严重地位 但要跟调整工作平行 毛泽东称 我们从现在就讲起 年年讲 月月讲 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 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 使全党提高警惕 使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毛泽东肯定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进口先进技术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从1960年代起 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进口大量成套设备 1963年6月 经毛泽东批准 中国同日本签订第一个 采用延期付款方式 进口维尼伦成套设备之合同 随后 又从英 法 德 瑞典 义 瑞士 和比 澳等国进口石油 化工 冶金 矿山 电子和精密机械等 84项成套设备合计 中共八届时中全会 重题阶级斗争以后 毛泽东从反修防修之战略出发 决定在全国城乡 发动一场普遍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12月26日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谈过生日 陆续批评社交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 说什么四清四不清 党内外矛盾交叉 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 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席间鸦雀无声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5日 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7日印发中央全会 8月8日 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通常称为16条 8月12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 毛泽东提出要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16日晚 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 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 要求为他准备一套绿军装 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穿军装 红卫兵开始向一切救思想 救文化 救风俗 就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之破四旧活动 大多数人充满热情 认为自己所做都是正当之革命行动 但他们处于狂热状态 政策和法律观念淡薄 无政府主义思潮迅速泛滥起来 39 133 9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 不用武斗提出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 要用文斗 不用武斗 经毛泽东批准 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 在8月21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转发公安部 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1967年4月6日 毛泽东在林彪送审之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 此件很好 命令共有十条 通常称为军委十条 规定对群众组织 无论革命的 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 或者情况不清楚的 都不能开枪 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不准随意捕人 更不准大批捕人 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 加以取缔 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 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 无论左、中、右、盖部追究等等 7月18日 毛泽东同臣在道 中汉华等谈话 批评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做法 7月20日 包括相当多军人 冲入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 打人揪人 林彪 将请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由军委后勤部部长邱惠作 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 毛泽东一时怀疑 是否由陈在道和百万雄狮策动暴乱 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事件被称为七二事件 9月16日 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回北京 12月18日 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 有些事情 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 每个机关 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 搞大规模武斗 也没有想到 1970年11月中旬 经毛泽东批准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之指示 同时印发我的一点意见 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1971年9月 林彪一伙终于决定 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 发动武装政变 9月7日 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指令 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动手令 判照立果 与持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9月10日 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 9月12日抵达北京 回中南海休息 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 以掌握飞机去向 后来周恩来又下达全国净空令 关闭所有机场 停飞所有飞机 毛泽东很快从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 得知林彪等出逃情况 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策之118事 9月24日 毛泽东决定隔离审查林彪集团要员黄永胜 吴法宪 李作鹏 邱惠作 以上变故后被称为913事件 1971年5月29日 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同日中方向尼克松发出口信 欢迎基辛格秘密访华 7月16日 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 宣布准备尼克松访华 10月26日 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10月25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 当天下午 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 决定立即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 1972年7月 日本成立第一次田中角荣内阁 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 毛泽东称 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 田中角荣一行应邀于9月访华 9月27日 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 9月29日 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1974年8月 毛泽东把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叫到武汉东湖宾馆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 现在已安定为好 全党全军要团结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 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知道了 以后几个月里 他同到华之外国客人谈话时 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蒋委员长 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之关心 5月3日 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76年9月8日 毛泽东血压开始下降 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毛泽东 9月9日零时时分 经连续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 毛泽东心脏停止跳动 尽管毛泽东生前曾多次表达 并已经签署了死后火葬的意愿 中共中央仍与毛泽东逝世当天 即决定永久保存他的遗体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及社会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 做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发展 是被实践证明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王家祥提出毛泽东思想后 毛泽东等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 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广泛实践于政治学 军事学 经济学的思想理论体系 正式名称为毛泽东思想 但中国国外被广泛称为毛主义改革开放后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定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 而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 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六个方面组成部分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以独创的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有三个基本方面 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 认为新民主主义 人民民主专政等理论经历史实践检验 以证明行之有效 毛泽东思想有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 文艺 哲学等多方面内容 于20世纪广泛影响世界 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农村包围城市 兵民是胜利之本 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妇女能顶半边天 批评和自我批评 群众路线 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人民战争 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三个世界党 毛的一生是出跌宕起伏的戏剧 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息息相关 它在中国悲剧性的历史中成长 获取权势 已参与制造了无数个个人和家庭 乃至整个民族巨大的悲剧 最后 以悲剧性的走进历史 对走向新世纪的中国人来讲 如果不能很好地体认 毛的悲剧 与中国的悲剧的成因与关联 借替警醒 悲剧或许就会再度上演 因为 造就这些悲剧的诸多因素依旧 而这或许才是今天我们要认真思考 毛的现象的意义所在 一个人一生的悲剧 或许最能用他晚年的境遇来说明 在其全力看上去 达到无可比拟的强势 被人奉为神明的晚年 真实的毛 却像许多专制独裁者一样 众叛亲离 孤家寡人 病弱不堪 因担心背叛和身后被清算 一具和猜忌是啃着他的心灵 对自己孤注一致发起的事业 能否得到历史的认可 也满怀焦虑 这是一个一生追求权势 却被追求到手的权势所侵蚀 毁灭了的人 他过度的自信和性格上的自恋 加上他那些早先的同志 后来的沉仆们的吹捧 让他相信具有神奇的德行和能力 代表正义 能够按照其意志改变中国和世界 从这种混合了中西 传统和现代的某些思想资源 而成的意志主义出发 他试图改变人性 建造人间大同 六亿神州尽顺绕 将以康有为为烂伤 嫁接了西方粗俗的左派思潮而成的 近代中国乌托邦思想付诸实践 但到头来 他却连自己的人性也丝毫未能改造 相反 深谙人性阴暗一面的他 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上 利用人性的丑恶纵横百合 恩威并用 夺权故事 不仅毒化了他自己的心灵 也极大地败坏了中国人的道德 他生活在现代 却悲剧性的缺乏对现代文明的了解 他曾是五四青年 也学习了一些新鲜话语 但思想的底色却只是中国的传统 甚至是底层传统 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夺取权力的成功 强化了他思想的落后 对现代文明的无知 反过来成为他反现代的论证 这种种他有关人性和世界的 认识上的矛盾和问题 决定性地形塑了他个人的悲剧 也是他主导的造成中国的悲剧的 各种政策和实践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近代以来 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 中国传统的精神 政治和社会的世界逐一崩解 毛作为一种现象 是在这种巨大的转型中产生 一方面是礼崩乐坏 传统的政治和价值权威不在 巧取豪夺 尔欲我诈 争强斗狠 可谓司空见惯 另一方面 重建国家的富强 文明的秩序 民族的地位成为人们不断探索的主题 超越的价值被民族主义的目标替代 病态的敏感自卑和虚幻的骄狂自大并存 自诩文明却常常举措野蛮 对旧文明爱恨纠结 名气按手 对新文明极限诱艳 欲娜还拒 这些都成为文明秩序崩解后 一种普遍的集体心理表征 毛是这时代产物 是这种文明危机的一种体现 他混霸气 流气 文气于一身 以超出他人的意志力 狡诈和权谋 不仅消灭了党内的挑战者 也最终战胜了蒋介石这依然隔守些儒家训调的政治对手 一出大变动时代典型的野蛮战胜文明 盲匹凌驾君子的救戏 不同的是 毛不仅回应了人们对传统时代的稳定和光荣的怀恋 同时也利用了人们对现代文明的渴望来成就其现代地业 统育人民 他高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事实是 在他的治下 能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人 乃至他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的堂堂总理周恩来 都要奴言必息地跪下来为他指示行车路线 而早在他宣誓前的数年 在开罗宣言发布的那一刻 中国人在全世界人面前已完成其庄严的战力 那是意望国人浴血抗战的结果 而没有日本人提供的这机会 中共和他的领袖毛 却是注定要消失在20世纪上半叶历史的阴沉中的 靠千千万万农民的牺牲得了政权 毛却在执政后将其变成现代农奴 让他们在现代再领教那种人肉相识的饥荒惨剧 以自由和民主的承诺 赢得市民和知识阶层的拥戴 却调转头来剥夺其财产和自由 甚至是生命 人民只是他用来装饰的磁藻和驱使的工具 成为他满足内心浪漫冲动 画最新最美图画的廉价化粮 对文化 他抱一种虚无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 缺少基本的敬重 以自己的偏好和政治需要亵渎文化 文明等同粪土 雅致让位粗俗 才有不许放屁入词 那亿万人必须学习背诵的领袖名句 文化践踏的后一世 至今 一种痞子文化依然在中国大行其道 今天 人们越来越清楚 有毛主导的用最新的名义展开的革命 那里却是一个很老旧的改朝换代的故事 构建的制度 是一个数千年已存的体制 与现代集权的嫁接 他靠牺牲数十万中国军人维持的小兄弟朝鲜 至今还在实时刺激我们有关这种制度的记忆和思考 毛自认成就的伪业请日本人回家 早已成为一种贪天公为己公的笑话 敢将伪云长去岛上 事实上也只成就了某一集团 某一些人的工业 历史证明 国人得到的却是几十年的困苦 创伤和奴役 治于文革 那是连其后继者都不会言的灾难 一下的是许多物质和精神的废墟 以及人们的痛悔和思索 用所谓动机式良好的来为其开脱 不管是出于政治需要 还是源于某种认识上的模糊 逻辑上都是荒唐 道德上也是不能被接受的 如此 所有罪犯和人不可做无罪自便 谁又需承担行为后果 希特勒难道不能以此方式来要求历史赦免 毛的功勋只相对于某个集团 某些人不属于全体国人 但毛造成的悲剧却属于中国历史 一下的影响却需全体国人认真对待 毛是一种病理表现 当他被记起或引发争论之时 常常传递着社会病症危机的争后 毛也是一个指标 从一个侧面凉度着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和迈向现代的进程 毛的孩子们有两种 继承者与批判者 前者即使受尽虐待 却无法也不想挣脱其阴影的笼罩 和对其病态的依恋 毛是他们全部的青春和生命的意义 后者从幻觉的破灭 从国人的苦难中觉醒 开始为自己和国人挣脱毛造就的政治和精神枷锁而奋斗 至于那类内心不认可毛 外表却全谋的崇拜者 事实上与前者大同小异 不难理解在巨大的文明的崩解和再造过程中 那些精神、政治和社会上无以寄托的人们 试图抓牢某种依靠 投射某种寄托和怀恋的心理 但切记 毛所制造的稳定和平均 都是以巨大的奴役为代价的 而以阶级斗争为正刚 一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 也绝不应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导师 除非这个民族想再坠地狱 当中国真正进入现代社会 中国人真正争的自我 赢得一个现代人所具有的精神自主和尊严 当主张爱的宗教在中国获得信仰自由 当中国的社会公正因法治和民主的建设 得到长足的进展 毛中将会从人们的话题中淡去 留给历史学家去谈论那段悲剧极其教训 而未来中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 也取决于这一天能否早日到来 在现代中国人们正在努力应对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 许多年轻人认为商人阶层是剥削性的 而毛泽东的话为他们对商人阶层的愤怒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他们想追随他的脚步改变中国社会 有些人甚至谈到了在必要的时候对资产阶级的暴力行为 上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中共正面临着毛泽东热暴露出来的充满矛盾的现实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该党已成为中国生活几乎方方面面的核心 他将国家取得的经济进步归功于自己 并告诉中国人民要心存感激 与此同时 经济增长正在减弱 年轻人的机会正在减少 对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难以负担的房价和缺乏劳动保护 共产党找不到替罪羊 他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安抚或驯服他们帮助创造的新一代毛泽东主义者 否则他可能会面临智力上的挑战 新世代在这个分裂的社会中迷失了方向 所以他们会寻找问题的关键 一位毛派博主在微信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 最后 他们一定会找到毛主席的 在采访和网络帖子中 许多年轻人表示 他们可以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视为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和许多年轻人一样 我对国家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但对自己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23岁的杜语音说 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热衷科技的中国城市深圳的一家区块链初创公司做编辑 那份工作让他精疲力竭 他说 毛泽东的著作为像我这样的小镇青年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 中国已成为毛泽东思想复兴的沃土 中国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 但却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大约6亿中国人月收入仅为1000元人民币 占总人口的43% 许多年轻人认为他们无法进入中产阶级 也无法超越父母 缺乏向上的社会流动 使他们质疑党的纯洁性 他们认为党对资产阶级过于宽容 党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明显的存在 也为毛泽东主义的传播打开了大门 在习近平的强化思想灌输下 年轻人变得更加民族主义 愈发沉浸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为国捐区可以 网络上一句口号是这么说的 为资本家 不行 年轻人的心梗也体现了向往毛泽东的心态 由于工资难涨 他们讨论消费降级 雇主让他们过于辛劳 以至于他们称呼自己为辛奴 社畜和加班狗 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他们宁愿游手好闲 用中文来说就是躺平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他的公语过并存 他的理论和思想为中国带来了发展的契机 但也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代价 评价他的历史 需要全面客观地看待他的一生 同时也要深思其思想和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 他的一生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喜欢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